台达电子向全球广纳精英日前于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亚洲执展举办的人才招募说明会 来自包括了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波士顿大学等等各族裔的优秀学生 热烈参与了这次招募说明会 并且对台达的职缺反映热烈 这次招聘会 台大人子长陈其震从台湾专程来到美国 希望招聘优秀的人才加入台大队伍 全球职缺开放超过5000个 而台湾的名额则囊括了1800个 台达电子从设计到生产 包括电子零件、电源、风扇、投影机 以及电动车等自动化设备 美国耸布位于加州的Fremont 在营运版图的过程下 需要更多的人才加入 今天来到了美东波士顿地区 这次台达将全球真材的列车 直接开到美东波士顿地区 我们这一次在MIT的校园的活动 有非常多来自于MIT、哈佛大学 波森大学的学生 到我们这边台达展会上面 来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招聘活动 台达这一次将全球的职缺 包括有在台湾的1800名的职缺 以及全球5000名的职缺 我们都面向学生能够提供学生 有更多机会的选择 包括有在台湾、大陆 以及在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地 的不同的职缺 包括我们所招聘的职缺 有机械电子、电力电子、数据分析 等等不同的岗位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优秀的学生 加入台达 台达提供非常多元的 一个升迁的管道 以及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期待的各位同学家务台达 人资长陈气珍表示 今年对于软硬体人才的需求较大 重点征材领域从电子、机械、通讯 扩展到了电动车以及AI 陈气珍表示 台达的优势在于全球人才系统的完善 重视员工的发展以及培训 提供宽广的职业蓝图 除了软硬体人才招募之外 更是瞄准了海内外的销售复合型精英 也更期望已经在市场有口碑的台达产品 更迈向下一个全球的里程碑 中方电视整理报道